《鑽石營廳》 至少有三十年樓齡的黃埔花園 無論大小單位都是鑽石營設計 二手業主入手時亦會被這個間隔考棄 知道本身這個單位是鑽石營廳 其實鑽石營廳有甚麼特點呢? 鑽石營廳相對其他的廳或單位來說 不會四四方方 少一些九十度角 它可能有些不規則的外場 角度來說是輕斜的 是這樣的 為了解決鑽石營廳的缺點 護主先將打赤的空間畫為客廳 再在原有牆身對面加建一幅木板牆 形成一個平衡對稱的電視牆 但由於電視牆封住原本單位的走廊 所以拆了右邊房的部分牆身 加建了托門做了一個新的出入口 正因為客廳做了一個對稱的電視牆 在牆的後面會多有一個三角形的空間 護主很善用這個空間 做了一個儲物櫃 亦都用了白色一體 和牆身一致的顏色 剛才聽你說 就鑽石營的設計 亦用了空間改動 剛才是拆進來堂門第一步 就是一個業主很喜歡的工作設計房 單位原本有兩間房 現在其中一間用來做書房 書房長身櫃門都是白色 再搭配實木的傢俬 有一系感覺之餘 還可以令書房更加光亮 書房都有儲物的空間 長身位置都沒有浪費 放置了裝飾品 經過工作室之後 就是主人房和廁所 由於房的窗和鄰居太近 護主長時間落窗簾 所以做了一個半玻璃牆 將書房的日光引入房間裡面 再加床頭燈槽 特別燈飾加強房裡面的光線 護主選用了油壓床 可以善用床底空間儲物 而廁所就和日式木系的主人房風格截然不同 用了水泥灰色牆身、木櫃、仿黑鋼的掛鉤和喉具 營造出工業風 白色門身亦令空間感歸一 減少視覺上的壓迫感 重新裝修之後 客廳、飯廳、廚房網絡更加明亮、寬闊 一些都不像有三十年樓令的舊樓 為什麼廚房這裡會做玻璃牆 第一最大的實用性問題就是採光問題 廚房窗對出是一個天井位 外光是相對差的 廳對出其實是一個內圓景位 光線都不夠 做玻璃牆的話 兩邊的燈光都可以互通 護主自己本身是喜歡黑白灰的一種配搭 防黑鋼的設計 再加上灰色的牆身 玻璃上面也有些鋼絲 營造一種工業縫的設計 護主都特地選擇了深木式飯桌 和灰色吊燈去統一整個風格 看到客廳這個牆其實也有些特色 其實是否符合工業風呢 絕對是的 牧主比較喜歡水泥的配搭 我們這幅用了木絲水泥的色霸 形成了一種清水混凝土的效果 它會偏向重生 所以屋主都會做了木朗在後面 去鞏固整個牆 電視有3D的牆子都可以做到這個效果 質感會比較好 始終牆子是薄身 如果想要這個風格的話 其實炸配上面有沒有其他選擇呢 有的 可以是一些現身的傢俬 或者食物上面 可能黃銅或者金屬的一些配搭 為了平衡工業風的冰冷感覺 單位都加了不少暖色的傢俬 設計師說 實木地板無縫纖維地板 都比木紋磚溫暖 纖維地板比木地板更容易打理 防掛之餘紋路都多元化 客廳還有一個特點 電視後面加了可以調較角度的架 去滿足電視迷護主的需要 無論在飯廳 還是在客廳的旁邊 都可以看到電視 然後再次去滿足電視 好看 SELECT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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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